各位大平平宜的觀眾大家好 我們今天邀請的大大 是我們的阿亮大師 阿亮大師你好 大平安 好的我們先來關心台灣政壇 今天最大的事情是柯文哲 在金華城案當中 終於被搜索約談了 那在前兩天 檢方針對金華城的案子 從之前的這個都委會的委員的約談 彭震生的約談 一直到關鍵的沈慶晶應曉威 跟他的這個主任 終於在凌晨收押進見之後 正式的搜索了 柯文哲的住家 約談的柯文哲 柯文哲今天出得來嗎 今天約談嘛 今天晚上12點之前應該還沒結束啦 所以會談很久嗎 所以沈慶晶只花了兩個小時就給他收押了 沈慶晶 因為他否認所有的事情嗎 對可是昨天有傳出一個事 說有一億 的資金 流向不明 從那個 沈慶晶那邊 從威晶集團裡頭收出來的金流裡頭 有不明的一億資金 對 那4500萬不是給了應曉威嗎 對 因為江湖有傳言 江湖 說有部分都委委員有拿錢 那這個當然要證實 那會不會有其他的 北市府的官員 不知道 那今天是 彭聖生跟柯文哲都被約談 所以我認為 收網了 他們會這邊做集合啊 檢方一定會這樣問啊 我認為彭聖生應該已經 同意到污點證人了 那如果沈慶晶是 一切都不認嘛 因為他本來就老江湖啊 所以檢方就想說先壓再說 那 等你這個 不舒服了再來談 給你時間好好冷靜思考一下 因為他可能就是 斷然的全部都說No 那檢方就問不下去了 就兩個小時就結束嘛 時間短的原因就是因為你所有事情都否認 任何細節都不講 對 所以就先壓 那等你想通了再說 那他當然 在這過程中就先去 建構旁證 然後讓沈慶晶 沒有辦法不回答 大概是這樣 所以現在整個案情燒到柯文哲 那柯文哲昨天的這個記者會 最重要是說請假三個月就是因為他知道 要來了嗎 柯文哲被約談 未必只有金華城案 因為募可資金的流向 那個 如果留到他私人帳戶的錢 攔儀解釋 那這個就構成洗錢罪啊 那金華城是 要嘛就涉及圖利 要嘛就涉及收費 對不對 所以這是兩個案子 那兩個案子都足以 都足以約談跟 收押啦 都足以 但目前正在偵辦的是金華城嗎 還是同一組人馬 同案子 並案處理 一定並案處理 所以他被約談這件事情可能所有的案子攤出來 通通要一次處理 其實也沒有那麼多案子啦 你講太多了啦 就是募可 募可 因為那個做帳他不會問他啦 你說正式現金那裡 那不會問他啦 後選人不可能對帳了解 所以主要是為什麼會有錢到你帳戶 是這種問題 然後 洗錢的關係 對然後 不知道他家裡有沒有收到錢 就是今天的搜索其實是非常關鍵 可是 我不知道有沒有去新竹啦 對 可是 今天搜索 難道假設真的家裡有現金沒有先處理 這也 鄭文餐也沒有處理 鄭文餐有藏在床頭暗櫃裡面 我知道啊 他藏的是台北家裡 對啦可是 我跟你講沒有處理我可以理解 你可以理解 不知道怎麼處理 不是因為你沒有可以信任的人 不知道要把錢搬去哪裡 你認為所有的人都會被判啊 不有一些政治人物真的是這樣啊 那至少挖個洞把它 買起來啊 沒有我 我聽過了一個case 對怎麼藏 我聽過一個case 就是有一個人借人頭在外面買一棟房子 然後他把錢放在 人頭名下的那個房子 把它當藏庫 對啊可是 可是那個 那個人頭當然買了之後 鑰匙只有他有 那個人頭沒有 所以 那是要很早佈局啊 檢方都不知道有這個房子存在 我聽過了 政界的故事 比較 緊密有長期規劃的人 對而且那個人現在還在政界 還在 而且還蠻 活躍的 蠻活躍的 還沒有被逮到就對了 的意思是這樣 因為 你要不要當污點證人 我也不知道在哪裡 這是一個朋友告訴我 那 這個 這個基本上還是不信任別人嘛 這個跟當年 他只是沒放在家裡 吳淑貞的國泰釋華保險箱是一樣的概念嗎 不一樣 保險箱人家會知道 吳淑貞 你看他不信任別人到什麼程度 他把錢洗到海外 那受益人堅持要用陳志聰的名字 這個已經蠢到爆嘛 就是如果你當時願意用人頭的名字的話 可能就不一定會被地方 比如說黃光燕啊 或者財務長的名字啊 那怎麼會扯到你呢 不夠信任那些人 我覺得大部分都這樣 我 你說怕這個錢被 被A走是不是 對當然是這樣 我 我看到的 因為我這個人蠻喜歡看 審判那個判決書啦 那 我看到的情況都是這樣 就最終 就政治人物被 被收到錢啊 都是在家裡 因為他不知道怎麼樣子交給信任的人 沒有信任的人 沒有信任的人 你認為所有的人都會被判 所以大家可能會覺得他會不會給媽媽啊 你不覺得 中和大陸也是這樣嗎 中和大陸也是 都放在家裡啊 山西部政史 都放在家裡啊 那個 人民的正義拍那個片 他也是在外面一個別墅啊 那 他也是用人頭的名字 他可能是被查出來了 然後那個 因為他就是被跟肩嘛 因為他偶爾就會去開門 去欣賞他的錢 欣賞他的錢 那 這個 真的耶有很多錢的人會想去欣賞 當時不是這個也帶著 陳志忠也帶著 黃瑞進去欣賞 我跟你講人民的正義的劇情 跟鄭文燦完全一樣 鄭文燦從暗庫拿出來的 678萬 銀行的封條都在 他根本沒用過 來不及猜 錢太多了 不是 不是 我跟你講那個一定是很久以前的錢 因為人家去對 鄭文燦開的銀行帳戶 那裡面就有 兩個銀行貼條 他沒有帳戶 那你怎麼會蠢到這樣呢 你這樣連解釋成說 我自己提款啊 都沒有辦法解釋 你就知道他根本沒碰 他錢多到沒碰 我覺得應該就是錢太多了 他搞不好根本就忘了要處理這一筆 那他會不會還 放在其他地方 檢調就算了 就算了嗎 因為檢調沒有在收啊 我不知道去哪裡收啊 他還有別的房子啊 他只收了這一間嗎 他應該是所有的房子都收了 沒有 那怎麼這麼厲害 如果我收的是桃園的房子 可能就沒有了 不是啊 因為那個是他住的地方 他每天要回去睡覺 每天會 他住在台北 對對對 他後來到台北 還機會嘛 對 所以 沒有啦這個就是看你要 這個檢調手上掌握的 因為厲害的人他可能連 那個 有別人名字的房子嘛 事實上你看那個 所以我說那個人民的正義也是啊 他那個錢連動都沒動過 他不敢花 會不會發現 你如果買奢侈品 就會有紀錄啊 對不對 比如說賴皮魚 買了163萬的車 就被立刻說 賴皮魚就說對啊我就是用選舉補助款買的 他也蠻 蠻大方承認的啦 他知道這個沒有違法 可是 像柯文哲這個 你要在禁種之外另外要弄一個公司 然後在跟你的私人的帳戶 這樣錢那邊流動 我真的沒見過 他做的太 少層了 那大家都會做很多層 不是這樣 沒有人在這裡動文章的啦 你說沒有人會洗 政治獻金就是 怎麼會有人蠢到這樣呢 因為還有很多其他可以的 拿的錢不需要動這一筆 這個我也不用教你這個啦 反正我就跟你講說 沒有人蠢到 你在 禁種 跟 禁種跟那個木可公司還有你私人上這邊 讓錢那邊賺來賺去 怎麼會有人蠢到這種地步呢 我起來自以為沒事 這是法盲嗎 我不知道啊 然後 他連那個貪污自罪條例的 圖利罪的定義他都不去搞清楚 他覺得沒有收錢 你找不到我有收錢的證據 圖利罪不是收錢嘛 對 圖利罪是 明知違反法律 可是有人說這個法律有點過時 什麼叫做明知違法 他的法律 明知我跟你講 如何證明啊 因為他決策的過程有三個團體反對 有別人反對就是你應該明知 第一個是都發局的學者專家會議 百民反對 第二個是都委會的部分委員反對 你把人家換掉 那第三個是法務局反對 法務局一定會告訴你這有違法意義 所以你應該已經明知了 當然啊 你是這麼明顯 我跟你講我後來有去查 然後那個就有朋友跟我講說 容積率840不是問題 重點是決策程序 你如果讓人家 認為那是一個合法的程序 比如說西華飯店 蔣萬安 去年8月 通過容積率 933% 這個是台北市目前最高的 比840還高 對 那當年 這個840還沒過之前是 台北101 台北101的容積率是752 可是他的決策程序 你抓不到毛病啊 所以不是容積率高低的問題啊 還有比如說高雄 我都去查資料了 高雄的那個商務 港戶區的那個 重建 那個程序在2013年提出來的 那個容積率是1000% 更高 是啊 所以 高不高不是問題 是決策程序 是程序有問題 可是如果你是如果說這個 政府官員通常會覺得說 我比較保守嘛 就是說如果是840 我就反對 但是反對的理由不夠 沒有啦你這樣的講法就是那其他人是如何做到的 對他是怎麼做到的 不是嘛你要去說服人家嘛 就是 因為這個案子擺明違法 因為都更案要30年 你設22年嘛 就沒有符合條件 對 那其他沒有這個問題啊 你知道我意思 就說你已經是特立了 然後特立之後你還要開這個門 22年來就是特立了 然後特立之後你還要再加 有的沒的啦 當然就是這樣卡到了 所以我的意思是 不是容積率多少的問題 而是你那個決策過程 坦白說是不是圖利 就取決於 大家做出這個決策 大家認為合不合理嘛 就外界也有公論 就說 這個 因為 因為圖利 通常我們如果說 我圖利廠商 也是圖利台北市嘛 也是圖利台北市民嘛 只是大家認為有沒有必要對不對 比如說台北101我舉例啦 台北101 我就跟大家承諾說這個是台灣最大的商辦 那你認為值不值得 那第二個他承諾 他要協見周邊的捷運站 還有那個天橋 這也是事實 那第三 他周邊幫大家蓋一個公共藝術 的裝置 裝置的廠 就等於是幫大家弄個接警 他案子一定是這樣送的嘛 然後就送到都委會 那市議員也會看到啊 那大家沒有意見 所以就過了啊 所以是 過程的問題 而且你是 2020年到2021年做決策吧 對不對 那 我就跟你講那個過程就有三個單位 都反對 表達反對意見 然後2024年1月今年 還兩個監委提案 糾正 所以這個840根本就是違規的 那他就直接講 說金華城案不是獨更案 而是重建案 所以他不能適用容積獎勵 然後 列為台北市府的重大缺失 今年1月監察院的調查 而那兩個監委也不是黨棍啊 就是說如果是民進黨 很明顯的黨棍 那兩個都不是 所以我跟你講啊這個 確實是社會上 有很多人有不同看法啦 所以你看那個西華飯店 去年8月就核發 那現在已經在蓋了嘛 為什麼沒有人去講 沒有人去檢舉喔 沒有啊 不 資料是公開的 這哪需要檢舉 我覺得那個報紙有燈啊 我就可以轉記給你了 就是 933% 就是說所以數字不是重點 決策的過程才是重點 這決策過程當中你有沒有 圖力的動機 那現在被發現動機是不是這個 而且又加上 省信金還去賄賂周邊人 所以 這個不是勾計起來 更合理嗎 對 就是說 這個案子就是有問題 他才去買嘛 這問題非常有問題已經都收押了 這個 全天找到了 易小微的帳上就有4500萬 在那邊流動 立場的金流 我從來沒有看過一個議員 去遊說一個案子可以拿到那麼多錢的啦 那前後 他總共辦了 不到9次還10次的協調會 30 30次是不是 30次 他就不斷的 一直被拒絕嘛 對不對 然後 這個案子台北市議會 沒有任何人敢碰 就只有他 那當然因為他是黃復興的 他跟 那個 維京小省本來就很熟啦 那 他維京小省的弟弟也當過國民黨的中常委 所以他們本來就很熟啦 可是我的意思是說 因為我也去問一些台北市議員啊 他說這個沒有人敢碰啊 就是 840%容積率然後那麼多單位反對 然後又是小省的案子 這誰敢碰啊 極各種不利因素於一身 是啊 很容易就身敗名裂 是啊 結果林克文哲竟然 居然敢 義無反顧 這麼多人反對 然後 這個 市議員都有意見 那你一定要推到底 這個 實在難以找到合理性啊 就是這樣 他很難找到合理的解套的說法了 不容易啦 因為現在看起來就是 映曉威跟沈慶晶有一點東窗事發想要 落跑 的這個動作 而且我跟你講 這些動作都會構成 柯文哲被定罪的原因啊 沒事幹嘛跑 而且還跑清泉鋼機場 因為他在 桃園機場就是要出境被攔下來 他怎麼覺得桃園 被攔下來 去 台中可以過 怎麼會這樣子想 他 他當然就是知道狀況 對啊他就知道有狀況了所以他換 台中嗎 不是啊有可能 有可能 台中比較鬆散 不是啊 或者 我們電腦不連線的喔 不是啦 你怎麼那麼散良 喔 這邊有打點 不是啊你怎麼知道能不能買通 對啊我說有打點啊 還有小港機場 所以台中不行他要換高雄是嗎 當然是這樣啊 因為在台中就被逮了 沒有啊因為有一些 違禁品或違法的人 不小心登上飛機 你以為那個都沒有檢查到嗎 可是在桃園機場跟台北機場 就是不可能嘛 所以往中南部的機會會大很多 當然啊 那又乾脆找一個什麼統治漁船 我那個風險太高啊 萬一掉到水裡怎麼辦 看來就是已經有逃亡準備 沈慶晶也是嘛他以為9月5號才要約談 傳票是寫9月5號 就提早來了 躲在逃生梯 被揪住了 我覺得他們早就被監聽了啦 一定的嘛 那知道他們要提前離開啦 所以 就是你不謹慎嘛或者你旁邊 已經被 布下憲民嘛 不然以小省這種人應該也是蠻驚的啦 你要提前離開台灣他怎麼會知道 那壹小偉也是啊 就你去清泉光然後被 全台聯網 說這個人一定要扣下來 所以都自走漏風神啊 不過這次表示檢調的這個辦案手法其實 算厲害嘛對不對 對就一個都沒有讓他跑掉 好另外來關心這一個 美中關係兩岸關係喔 最近蘇利文 去了 中國大陸 那 主要是什麼戰略 戰略溝通管道的新一輪對話也談了11個小時 那內容 這個最後說出來就是 美中之間的關係不會把台灣議題當成 叫做 牽制中國的工具 那這是一個 這個承諾跟保證這個對於 中國大陸來講 是有意義的嗎 沒有意義 我認為中國大陸把拜登 整個班子包括拜登本人講話 都跟廢話一樣 因為從來沒有遵守過 所以 他根本不會看這種事情 沒有意義啦 因為他們講話都跟廢話一樣 從來不遵守 所以真正看的是 中國外交部最後那兩行啦 前面都是廢話 前面都廢話 都是在講各自的立場 就兩行啦 第一個就是 希望能夠有戰區 軍區領導人的對話 這個就是在擔心 菲律賓會出事 那因為 西太平洋美國現在剛好沒有航母 所以美國很擔心 說萬一南海出事 那沒有航空母艦怎麼辦 所以就要出了這句話 就說你要讓 區域的 這個戰軍事領導人能夠對上話 這是第一個 那講的是美國啦 那第二個叫做他用英文講 叫planning for a call between 拜登跟習近平 所以 在說 未來的幾週內 要安排兩個人通電話 對 就這樣 那他們兩個通電話要說什麼呢 不會有結果啊 可能拜登想訪問中國 想在卸任前 對 可是我認為不可能 因為未來是這樣啊 10月22號 要開金莊會議 那習近平一定會去嘛 那接下來11月下旬 要連續開 這個秘魯要開APEC 然後巴西要開G20 那他們要把他湊在一個禮拜內 那習近平也會去 所以習近平估計應該是在那兩個會 跟拜登做一個會中會啦 頂多這樣 不會有正式的國事訪問 不啦因為這個東西如果是在選前啊 那你中國大陸等於得罪川普啊 你何必 那如果是在選後 你根本就已經 沒有意義了啊 我幹嘛理你啊 搞不好賀錦麗贏了 那也沒有意義啊 因為都會換人 那個蘇利文跟 布林肯一定會換 賀錦麗也不用他們 所以 就是說不管是 11月5號之前 或者之後 見面都很怪 那除非拜登要帶大禮包來 可是這個難以想像 因為他如果帶大禮包去 那賀錦麗怎麼選啊 會不會是對賀錦麗有利啊 不可能 目前整個氛圍就是反中 所以我認為不可能啊 沒有人會在選前做這種操作 這個就好比 中國在駐美的有些 幕僚 想要見川普的幕僚嘛 那川普方面都是拒絕啊 那完全可以理解啊 因為這種新聞會傳出去 那共和黨有一些死硬派啊就會覺得 你在幹嘛 所以他們現在都是堅僻親眼 都不要碰 不接觸最安全 對應該是這樣 那如果是這個邏輯的話那蘇利文這一趟就顯得怪了 就是說現在不管是民主黨 蘇利文為什麼要去我就跟你講 有兩個事情 因為都快發生了 第一個是烏克蘭快掛了 所以他希望 北京不要支援俄羅斯嘛 希望能夠讓他拖到11月5號之後 才掛 可是目前看起來不是很樂觀 就是沒辦法研授到 對因為剛傳出來的消息我剛看到 就紅軍村已經 快要陷落了 然後烏克蘭有一架F16被打下來 那第二個就是 我西太平洋沒有航母啊 萬一出事怎麼辦 對所以他必須要做 戰區的 我們叫債保證 這個我覺得他憂慮的主要是南海 倒不是台海 因為台海實在看不出 跡象說會發生 這個軍事衝突 可是菲律賓很難講 因為 最近就傳出鮮兵礁 中國大陸出了40艘船 把他圍住 所以會發生什麼事你真的不知道 那你沒有航母啊 所以我覺得蘇利文主要是為這兩件事去 那因為 菲律賓要處理嘛 所以他就提出說 那可不可以戰區的領導 可以對上話 這是第一個所以這個他有得到 有達成目標 OK 那第 前面那個俄歐戰爭坦白講這是講虛的啦 因為中國本來就沒有軍援俄羅斯嘛 而且你蘇利文去 中國大陸之前 還可以把人家的公司給制裁了 那這個中國你說他看在眼裡活不活大 所以怎麼可能給你好臉吃看 我覺得主要是因為這兩個東西 他必須再去一下 所以不是一個 香台勝歡水乳交融的一次 訪問 我覺得更像是 像比如說王毅跟他講話就是 你看那個中國大陸 那個媒體的用語啊 要求美國 嚴肅看待 台灣問題 然後中國的發展權力 他是用這種語氣啊 還是 吵架的這一個沒有好話的狀態 沒有 所以BBC所謂的戰略溝通會重回 基辛吉格式的接觸這實在太美化了 拜登了 不知所云 太看重拜登了 我不知道他在講什麼 就覺得說中美又要開啟 重新 有建設性的溝通對話管道 沒有這個本來就是定期的會晤啊 只是以前 蘇利文沒來過啊 不是啦 蘇利文沒來過是你差嘛 你當 你把中國當作最大對手然後 4年內你都沒來過中國 那表示你的外交的安排有問題嘛 你之前的安排不是什麼 在什麼 馬爾他啦 在維也納啦不是嗎 所以他們本來就是 雖然不是定期啦可是 就是在 隔一段時間 舊金山的習派會之後 他就有 每年都會有幾個月之後就會有見面 那之前呢是 閃電式的見面 都不到一天對不對 然後突然宣佈 所以我們都 沒有預警 有一些是見完才告訴大家 對對對 那這個是 我之前就告訴我 敲鑼打鼓告訴你我要去了 事實上我跟你講真正的過程是 蘇利文跟中國一直說他要來 那王毅就 基本上維持一個禮貌 所以邀請他 上中國對他一點興趣都沒有 跟你剛剛講的嘛 11月5號之前跟11月5號之後都沒價值嘛 對 那王毅 就除了你帶大禮包嘛可是選舉你又做不到 所以我是覺得是王毅給他一個面子 就邀請他來 那真正的是真的美國有求於中國 因為他對 西太平洋南海會發生狀況 沒有把握 然後 俄武戰爭 真的非常擔心 11月5號之前會崩盤嘛 對啊 所以央視這個新聞蠻有趣的就是說蘇利文 這一次的訪團成員每個都會講中文 可是來 會談了之後會講 跟不知道中國在想什麼 這是 這哪有什麼稀奇呢 我也會講英文啊 我對美國也不會有太多好話 這有什麼稀奇 他讀懂這兩個字 就是說也許蘇利文覺得他做了一個很好的 這一個 橋樑 溝通平台的建構 回去跟拜登說我們談到什麼 他們早就讀懂了啦 只是都言行不一啦 現在是裝不懂就對了 事不一無意啊 中國報講過幾次了 美國從來沒有更正生命 那都是新華社的生命 美國沒有 要求更正啊 那中國大陸當然就會認為 你大概是默認了吧 那連續幾次下來都一樣 我覺得他們真的沒讀懂那是什麼意思啊 他以為他已經做到了 會不會 沒有啦我覺得就是覺得你就是 你就是一個沒有信用的人嘛 我認為 我認為那個 中國外交部對拜登的團隊 評價甚低啦 就是這個是一個沒有信用的團隊 我坦白說他們對特朗普 還有比較高的評價 因為川普做事 他的 那個兌現率是比較高的 我就要這樣幹啊 那 通常 真實性比較高啦 那拜登就是 一直就是一個沒有辦法兌現的人 所以我覺得他們對他沒 這跟老狐狸已經沒有關係 因為你老狐狸到 讓人家看穿你 老狐狸應該是看不出來啊 那你已經沒有信用到 人家對你一點興趣都沒有 變成這樣 覺得你無關緊要 好另外就是處理日本的 這個關係的部分 王毅跟二階見面的時候 特別提到台灣有事日本有事這個說法 對中國人民的感情來講 有傷害啊 對啦可是跟二階講沒有用啦 二階本來就是自民黨的親中派 那這次二階在這個 選舉當中 就是自民黨的 總裁選舉當中 沒有影響力嗎 大局應該已經定了啦 大局已經定了 對就是小權 因為 日本幾個 派系的 主要的派閥 大家都表態了 都表態了 大概就是小權啦 那主要原因是因為 直播貿易人員太差了 那如果讓他當黨魁 當總理 那以後跟各個派系的協調 就會不順嘛 那小權至少在 上任的第一年 會安撫各派系的利益啦 那至於他有沒有本事 變成另外一個蔡英文那再說吧 那未來的這個跟中國關係跟美國關係會有路線上面的 這個無法預測 因為小權那麼年輕喔 那他在一年內會不會有 有不同的想法啦 這個我們真的不知道因為 因為小權近次郎 他以前的經驗都是環保 然後他對 婦女的議題 反正他比較年輕嘛 比較左嗎 也不是左就是他會 認為日本太守舊 那他可能會有一些 比較現代的議題啦 比如說對女性的權利啊 對環保的議題啦 那 會不會連動到他認為他跟中國要有新的 互動方式 這個我們真的不知道 因為 他過去沒有這方面的表現 你如何預測 跟賀錦麗一樣嗎 就是這樣 可是賀錦麗 今天是30號 對 他今天要接受訪問 CNN 不是昨天喔是今天 對難怪我都還沒看到有 內容 所以我們就會知道他的 他有慎重準備的感覺 應該有 因為CNN 他會答應CNN 川普才同意9月10號編論 因為川普本來在那邊 耍賴嘛 說你什麼採訪你都不敢接受 那到時候我怎麼跟你變 我根本不知道你在主張什麼 他用這樣來 我無法準備啊 來罵他嘛 也是蠻有道理的 是啊 所以 他才被迫安排了CNN這一場 所以川普就同意了 9月10號的編論 好另外這個 美國跟台灣關係最近還蠻微妙的喔這個 賴清德要去中南美 到過境美國的議題 現在給出的地點居然是夏威夷 這不就是退回到 李登輝那個年代了嗎 我坦白說啊 賴清德 賴清德因為 他剛上任嘛 那就會去幻想2016年蔡英文的樣子 那蔡英文是一個多月就 那個過境外交 就去美國 所以他當然想要比照辦理 他還想走進白宮呢 所以我就說 他這個就是太天真了 事實上 你外交不能夠這樣類比的啦 外交只能夠類比2023年 就去年了 去年蔡英文 去美國 見到麥卡錫對不對 那其他呢連一個聯邦官員都沒見到 那賴清德也是一樣啊 連一個聯邦官員都沒見到 你不能比他最好的時候啦 不可能啊 不可能啊 所以台美關係已經沒有史上最好了 恐怕會是史上最壞 史上最壞 就是 這個最壞也不是說美國 對台灣有意見 而是 美國需要中國的地方越來越多 那中國大陸因為每次都提台灣問題 比如說這次王毅 講到那個程度 其實要求美國嚴肅對待台灣問題 嗯 那我覺得他不斷重複啊 大概就隱含著 你如果真的讓賴清德去做過境外交 那後果會非常嚴重 可能 我軍事跟你溝通機制也再斷一次 那你要不要承受這個後果 所以我是覺得美國也在評估啦 就說如果他 讓賴清德又 有過境外交 因為他要去巴拉圭嘛對不對 那 會有什麼後果 我現在變成是 已經不是在討論台灣的問題了 而是在討論 會有什麼後果 那那個後果是不是美國要樂見的 那我認為這個情況 如果明年是川普當選 那肯定沒有 以後再也沒有了 不是如果是川普 川普就會更謹慎 跟中國的交往 那他根本就不在意台灣啊 所以他幹嘛去惹 中國的反彈 他拿台灣當籌碼 這個不是籌碼 這個是你讓他來 他就直接發作了 他可能會說我先答應讓他來 但是你如果 願意出什麼價碼 我覺得不會這樣做 不會玩到這麼low就對了 不會玩那麼low啦 賀吉利比較難說啦 因為他畢竟是民主黨 那還是有那個價值聯盟那個東西 可是 後果也會很嚴重 我覺得目前 應該是變成這樣的議題 所以現在在選舉嘛 所以今年最多只能讓你到夏威夷 因為今年我們 不願意承擔 你不要來我們本土 你現在如果讓賴清德去本土我給你保證 民主黨就要去處理後果 我認為中國大陸一定會做很大的動作 搞不好他就直接把 仁愛交給處理 我就不管了 所以 我覺得就是 這個取決於 美國有哪一些事情 需要中國配合啊 那未來 我可以想到的就是美國所需要配合的部分會越來越多啦 尤其是俄羅戰爭 還有中東戰爭 因為中東戰爭你無論如何還是要結束啊 那戰後的政府怎麼組成 那誰跟哈馬斯說得上話 當然是中國啊 因為有北京宣言啊 這巴勒斯坦14個派系 對不對 然後俄乌戰爭 要結束 誰跟俄羅斯說得上話 也是中國啊 所以我跟你講這裡面就有 這兩個善後 這兩個善後小組都需要中國的角色 對 所以就產生了 外交的籌碼 那美國有必要 你認為台灣 過境外交重要還是這兩個善後比較重要 當然是這兩個善後比較重要嘛 所以只好委屈你賴清德啊 而且我認為中國大陸搞不好也會 用很大的力量來奪取巴拉圭 雖然巴拉圭總統來參加賴清德的 就職典禮 可是你不要忘了 中國大陸現在正在透過巴西 智利 烏拉圭 在搞那個南美洲的南方共同市場 就只有你巴拉圭 沒有進來 最近巴拉圭好像有點 蠢蠢欲動 是啊 那為什麼你沒有進來 因為你跟台灣有邦交 所以我認為他會用 南方共同市場 這個 這個籌碼 然後來用巴西來對你施壓 然後當然也有 蘿蔔啦 就你進來會有什麼好處 所以到時候搞不好又斷了你 過境外交 那根本就不用去南美洲了 是啊 那你就只能夠去中美洲啊 那中美洲那些國家 可能對 賴清德來講就沒有那麼重要啦 比如說三聖你要去嗎 聖文森 聖露西亞 你就去那種地方就覺得很奇怪啊 不是嗎 只去那種地方是真的很奇怪 是啊 是啊 不然事實上就變成是春 而且還沒辦法過進美國就更奇怪 不就是這樣就很尷尬 而且你去美國也見不到聯邦官員 只能夠JIT啊 然後見一見僑胞啊 因為今天就傳出來 北京很可能已經 決定放棄原有的立場 可能會跟范蒂岡建交 對 都傳出來了 對不對 那之前就是卡在 這個天主教的代表權的問題嘛 是不是有自主權 那現在北京已經願意讓他在天津 挑一個代表 就是這樣啊 所以 我認為啦你去想一想喔 到目前為止對賴清德的台獨兩國論啊 中國商務部已經出手 國台辦已經出手了 外交部還沒出手 那外交部沒有出手 冷交代嘛 所以在外交上面一定會有一些比較 積極的動作 當然啦 當然是這樣 如果說這個局勢的轉變 美中台之間關係的局勢的轉變 現在看起來對台灣是 傾斜的不利這個狀態的話 那所謂的武統這種事情就 沒有必要發生了 不然就是啊 其實我們 臨日攻擊這種事情就 純像這樣 這個不用理他啦 因為他也還沒上映 等他上映再說嘛 因為上映 社會是怎麼反映 那時候才準確 那你現在都是找 找一些1450來看那怎麼會準啊 而且BBC一定都是訪問1450 那 重點就在於 就是我們不要 不要認為選項只有武統跟合同 他會有很多中間類型 就是 我給你 非和平的壓力 就不是你同意的 我隨便舉例啦 比如說我就在 那個台灣海峽把你的船給扣了 這個就是非和平 我還上執法 是啊 那你要怎麼辦 所以我是覺得未來 灰色地帶作戰 對這種現象我覺得會蠻多的啦 那 就逐漸逼近嘛 那 事實上 他現在一開始 他不是留了電話 給未來的台灣的船民嗎 說你碰到困擾我可以救你啊 我認為他把 法律的管轄權落實到台海 落實到台灣 還有 台灣人居民的海外的狀況 會越來越多 喔 那 因為你去看 最近那個越南總書記蘇林 去北京嘛 然後新簽的那個共同聲明 我覺得 我真的勸王定宇去看一下 越南怎麼表述 中越關係啊 怎麼表述那個 台灣跟中國的關係 王定宇大概看了他大概不敢去越南 他不能去的地方越來越多了 不過他寫的實在是太直接了 這個是 中文版的聲明 他就直接講台灣是中國的一部分 而且還不只這樣講 就是絕對不與台灣做任何官司的往來 那還把台獨類比到藏獨跟江獨 把台獨的地位提升到跟藏獨跟江獨一樣 不是提升 降到這個地位 降到 對 所以 他已經把他 講到這個程度了 所以你說你去越南 會不會觸動遣返 不知道 風險變高嘛 不就這樣嗎 所以我的意思就是說 就你 我認為他就是在 他的法律的適用會越來越大 那 我上次也跟你講過嘛就是 他現在也在招考台灣的船員 讓你有那個大陸的船員證 因為未來那個台海的郵輪 產業啊 估計是世界第二 所以他需要大量的 服務人員 不是 不是服務人員 有船員證的 人員 就是知道輪船如何處理啦 萬一有狀況 就是這樣 所以我是覺得他已經步步 步步進逼啦 那如果未來他的 客輪啊 也度過台海中線啊 這個什麼M503之外 海上也有了 是啊 我認為這個發生可能性很高啊 而且可能會 一路開過來啊 開到澎湖外海 他應該不會準這個航線吧 我說我方 沒有他 這種應該要申請航線的吧 他沒有準 因為他覺得都是他的啊 不是我說我方啦 他不管你啊 我就跟你講未來 我上次跟你講他要建立那個 台灣海峽的管控能力嘛 就包括 林登 做那個 林檢 林檢嘛對不對 那如果 有船要進高雄港 他認為你 有違競品 然後他去攔檢 那你認為那個外國船會不會停 當然會啊 是啊 因為你是武裝的 所以就是變成所有的外國籍的船 都 認同了 中國大陸對這個 地方的資源 他要造成這個效果 就是說 我有權 做林檢嘛 那我們海巡署一定會抗議嘛 那問題是你怎麼幫那個外國的船 我就上去林檢 那時間也不會太長 可能只是上去 對一對你的日 那個日誌啦 宣誓管轄權啦 對對對然後一下就離開了 就是這樣 所以也不需要武統了 他有更多其他更有效的工具 來處理 我覺得這個叫做 你也不要直接推論到不需要武統 不是啦 是 他就讓這個 朝向統一的子彈慢慢飛嘛 就子彈一直在飛啦 他就飛很多子彈就好了 不需要來一顆導彈啊 就看台灣的反應 所以這個反應 因為你去想一個關鍵時間 2027 你2027 因為我們是 2028 1月13號投票 所以賴清德 在2027的下半年正在競選 連任 對不對 一個台獨兩國論的總統在競選 連任 然後習近平第3任 到 2027的12月 任期到期 你認為他 能不做動作嗎 你認為他能不做動作嗎 那如果賴清德是用很保守的方法在競選他的連任呢 會不會 不可能 他如果在國內的這一個 形勢非常的穩定的話 他可以用比較相對保守溫和的方法去競選 兩岸一定會出大事 那是什麼樣的大事我不知道 因為習近平不管是只做三任 他也是2027 12月就要卸任 那即使他要延到第4任 他也要做個動作 不然如何交代 才有個合理的理由 是啊 所以我認為 大家不要認為這個 好像 可以不用去準備 我認為2027年下半年 兩岸一定會出大事 所以 中國大陸 他事先當然就會醞釀做一些準備 所以他一定會有 很多佈局現在正在弄 大概是這樣不然 為什麼從8月開始 那個空景500 500 4次在天上 空景500是預警機啊 他等於是 區域海空作戰的指揮 指揮機啊 8月3號8月6號8月12號8月16號 來台灣4次 都在不同區域啊 他做這個演習幹嘛 然後軍艦跟飛機都來 顯然就是在做海空 聯合作戰的演習嘛 他就在上面 他為什麼要做這種演習 所以你去想一想就知道 我認為他一直在準備啦 就是這樣 反正就是 總統大選不管是 哪一個地方總統大選 錢都會發生比較大的事情 美國現在的這個狀態應該就是進入這種比較 混沌的狀態喔 金融時報的報導是說 北京想要跟川普陣營有所聯繫嘛 因為可能也覺得 現在誰贏誰輸 還蠻難講的 那 顯然川普 不敢 接這顆球 他也擔心 會影響他的選舉 我覺得這個 這個標題有問題啦 這個就是一個 你駐外的 駐美的 幕僚當然想跟兩個陣營接觸嘛 所以你把這個把人家解讀成說 習近平急著跟他們接觸 我跟你講 北京難道會笨到認為川普穩贏了嗎 不可能嘛 所以我覺得金融時報這個就是 這個記者沒有水準啦 實際上的情況 這可能是在幫川普吧是不是 金融時報 你也可以這樣說啦 華爾街日報金融時報 可是金融時報沒有那麼偏川普 沒有那麼偏 華爾街日報比較明顯 我的意思就是說 這個就是 川普這個時候不敢跟你接觸 他怕被人家發現 就不知道你在幹嘛 川普這個時候敢接觸普及嗎 你敢接觸俄羅斯代表嗎 對不對 所以我覺得是這種問題啦 可是站在 北京駐外人員的職責 他當然要去接觸啊 他的工作啊 本來就是啊 他的例行工作 我們現在駐美代表也被要求 對 你要去接觸民主黨跟共和黨 共和黨也要去啊 對啊就是這樣嘛 就例行工作 那這個也在幫川普助選吧 現在大家都在搶救川普嗎 我基本上認為川普就是跟柯文哲很像 就是很多卸任幕僚都變成川黑啦 都跟他結仇啦 那就表示他對人就是 相當不留情面嘛 像 以前的國防部長啊 還有FBI 還有這個 前白宮顧問都一樣啊 還有他的副總統 對彭斯根本就跟他 完全反目相向 那如果沒有在講話了就是想 還想回來的啦 比如說歐布萊恩 歐布萊恩就沒有罵川普 因為他想回來 那至於這個 John Burton是 公認不可能回來了 直接跟你翻了 還有那個 Navarro 那也不可能回來了 大概是這樣 所以 不就是這樣啦 他這個人就是 容易跟人家結仇嘛 就這樣啦 所以他目前看起來情勢的確是比較博妙 目前是這樣因為 最新的民調越數越多了 也不能這樣講啦 因為 還沒有新變數嘛 你是說 訪問 辯論 現在還在DNC的那個 餘溫裡面 還訪問中這樣 DNC那個叫做 賀錦麗利空出盡嘛 所以利多出盡 那他最高點 那現在還在那個餘溫裡面 因為接下來就是8月30號 今天 你CNN專訪 那大家就會找題目 題目來對付你 那接下來 烏克蘭紅軍村如果淪陷 那共和黨又會攻擊拜登啊 說你看 搞成這樣 那如果又從庫斯克撤軍 再來攻你啊 我覺得這個 後面還有很多招啦 不用急啦 可是共和黨開始應該已經有點覺得 這個都是真的 這個是這樣 他們認為川普一直用 老方法在攻擊 賀錦麗 說他是激進左派啦 沒有腦袋啦 這個其實不聰明 不聰明 因為我覺得賀錦麗有個優點 他還蠻會演的 蠻會演的意思就是說 他可能跟雷根一樣笨 可是他不要讓你發現 雷根也是很會演啊 是啊 可是雷根也沒有內容 可是大家喜歡他 因為他 演得非常好 而且他授權 所以 重要的事情他不用自己回答 就是說 賀錦麗到目前 我認為川普沒有打到要害 那坦白講也因為他沒有講話 你不知道他打什麼 你不知道他主張什麼 所以還是一個迷樣的人 只對那個價格管制 抓到了 猛打 說他是共產主義對不對 可是講共產主義也過頭了 這人家也不相信嘛 而且賀錦麗有一個基調 有幾個基調我覺得有抓到 選民的要害 就他基本上還是 向前看的味道 他的訴求是We are not going back 我們不要走回頭路嘛 我覺得這個有抓住民主黨的基本盤 就我們不要回去川普時代 那川普你不能夠 只去批你應該去 批拜登的通膨啊 人民聲聞混然啊 你如果解決這問題啊 就是要向前看 可是我覺得他沒有走到向前看這個味道 他只在你這裡就立刻跳到結論說 我要讓美國再度偉大 是回到哪個年代偉大啊 這個邏輯就是 就是不清楚啊 他應該去 批評 比如說拜登外交一塌糊塗 你看那個戰爭又失敗了 然後 同膨很嚴重 生活困難 那我許諾大家怎樣怎樣 我覺得他還沒有回到這條路上 賀錦麗 是明顯呼籲說我們不要回到川普時代 那這一點有用 因為 民主黨的人真的非常害怕川普之爭 這個不是因為愛賀錦麗 而是怕川普 是恐慌啦 是panic 那第二個就是 他 用檢察官對重症 重罪犯 我認為這個定位 有成功 而且我認為他在辯論會用整個這一招 他會去細數 川普犯的34個罪名 那那個都有判決嘛 所以都有細節 他可能會弄得你很不堪喔 說川普根據法院的判決你就幹過這種事啊 幹過這種事的人能當總統嗎 就一條一條來數落 那我覺得 美國的老百姓 基本上還是會相信判決 這個是第二點 那第三點就是 好萊塢啦 網紅啦 這個是民主黨的特長 我覺得已經 很 很精妙的 把他的微笑 撒笑變成真誠的笑 這個形象轉型成功啦 就變成說他是 他是 把這個 這個把Joy帶進politics 說賀錦麗的政治是 充滿歡樂的政治 那他是一個真誠的人 所以會開朗的大笑 他跟我們是站在一起的 這個好萊塢實在太厲害了 包括民主黨的網紅們 所以 他的弱點被轉成優點啦 那這個我認為 共和黨並沒有處理 他事實上已經開始變有效了 那現在給人家感覺反而是共和黨 充滿怨恨 黑暗 然後一天到晚罵人 這個包括范斯 包括川普都這樣 那我選舉這樣選一定會輸 大家想要開心一點的 或者是你要 就是朝向未來啦 說川普2016年當選 要有夢最美的 要有這個味道 要有這個味道 川普2016也是這樣當選的 可是因為那個時候他還沒有當過 所以那個夢可以隨便做 那現在你已經當過4年 很多人是噩夢好不好 對就是這樣 是有紀錄的 這個賀錦麗 在專訪前已經透露出相關的訊息 包括說我以後會找共和黨人 來入閣 這就是在策動 共和黨內的反川的這些人 你們 不要繼續支持川普 這個在美國歷史上也發生過啊 比如說尼克森 尼克森就用了基辛吉嘛 基辛吉是民主黨的幕僚 他是洛克菲勒的幕僚 加成 那 基辛吉接到了尼克森的電話 說要邀請他當國務卿嚇一跳 立刻去問洛克菲勒的意見 洛克菲勒說好啊 你就去吧 就這樣 美國 黨派意識沒有那麼強 沒有什麼被鼓仔這種 沒有 這種那個嗎 那個基辛吉到現在 還是被認為是偏民主黨 所以 可是他跟尼克森相處愉快啊 所以這個可能性確實存在 那更不要講財經界啦 交通啦 因為那個意識形態就更低了 除非你是非常意識形態的左翼啦 不然 基本上 人才是通用的啦 其實主要的差異是國安幕僚 可是基辛吉就創了這個先例啊 對他這麼重要的一個位置 居然是 這個坦白講很罕見 這個坦白講是 歸功於 尼克森這個特殊人 因為尼克森是一個讀書的人 他是 他雖然是絕對反共 可是他是 很愛讀國際關係跟 這個重要人物的傳記啊 還有一些重要的書 基辛吉的 的書他都看過 他是讀書人嘛 所以 他真的就是欣賞基辛吉 他的博樂 而且他 真的因為他要突破中國嘛 然後他就發現 基辛吉的思考方式可以幫他嘛 就是這樣 好不過美國的這個政局的這個變化就是 選舉後之後 會不會比選舉前更慘烈這都是 值得觀察的一些角度 好我們今天非常謝謝阿良大師我們的分析 喜歡我們的節目的話幫我們訂閱按讚分享 設定提醒收看小鈴鐺 謝謝大家 我們再見 我們下次見 stayed 沒事 我們的節目 一點 我們下一個 我們下一個 Kra 我們下一個 Кон 我們下一個 我們下一個